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安全教育开始咯! 被狗咬伤了,怎么办? 狗狗啊,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,更加是许多小朋友的好伙伴。 但是,也有时候会出现狗狗咬人的情况,被狗咬伤对人的危害是较大的, 因为狗的牙齿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病菌和病毒, 很容易通过伤口侵入人体,引发疾病,甚至造成伤风致人死亡。 如果是被狂狗咬伤,还会由狂犬病毒引发狂犬病,狂犬病致人死亡率非常高, 所以被狗咬伤绝不能轻视,必须采取紧急处理措施。 一、一般情况下,很难区分是否被狂狗咬伤, 所以一旦被狗咬伤,都应该按狂狗咬伤来处理。 第二、被狗咬伤后,要立即处理伤口, 首先在伤口上方扎止血带,可用手帕、绳索等代替, 防止或者减少病毒随血液流入全身。 三、迅速用洁净的水或肥皂水,对伤口进行流水清洗, 彻底清洁伤口,对伤口不要包扎。 四、迅速送往医院进行诊治, 在24小时内注射狂卷疫苗和破伤风抗毒素。